而在国际之间 其实不少国家决定要逐渐来解封了 但是解封真的适合吗 这几个国家在解封之后 看看他们的病例数又急速攀升了 尤其大家比较关注到的是这个地方 中国的武汉再传社区感染 而且感染源是找不到是不明的 我们先来看看俄罗斯 俄罗斯的死亡人数呢 现在已经增加到了2009例了 这一夕之间增加了94个 那么确诊单日新增的数字 比较多一点 11956个 好 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连续9天确诊人数都破万了 不过总统普丁还是宣布 从5月12号开始 全国的封锁令要放宽 各行各业也要逐步的开始复工 也要这个大家要逐渐的开始 正常恢复到这个工业的状况了 只是大型的公众活动呢 仍然是要禁止的 那普丁也强调 严格的卫生要求也还是有 这个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再遵守 那么另外在德国方面呢 德国我们来看看确诊的数字 德国的确诊数字呢 是增加了697个 死亡人数也增加了92个死亡人数 那么5月6号松绑的是防疫禁令 那么传染力R0值是0.56 好我们看看5月6号松绑防疫禁令的时候 那个时候R0值的传染的情况还不是这么高 这代表一个人不会导致一个人传染 是不到一个人的被感染率 那么5月10号呢 马上解封之后 R0值就飙到了1.13 这个代表每个患者的传染是超过一个人的 所以这个数字可以非常明显看得出来 解封之后没有比较好 反而多增加了防疫的破口 而在南韩的部分呢 也比较值得关注 夜店也成为破口了 确诊的人数10936个 现在增加了62个 死亡人数256例 那么首尔的离泰院 夜店区爆发了群聚感染 而且这个群聚感染是多了94个例子 超过5000个顾客 现在只有找到2400个人的行踪 所以这个夜店在南韩的状况 恐怕会成为一个超大的防疫破口 而在中国的部分呢 是否也出现破口了呢 确诊的数字 现在是82919例 增加了18个人 那么死亡人数是4633个 这个是中国的部分 不包含香港跟澳门 当然现在增加的数字 虽然是比较零星的 但是值得关注到的是几个重点 一个是境外移入是7例 那么湖北 湖北这里大家比较关心的 是增加了五个例子 那么在吉林部分增加三个 辽宁增加一个 黑龙江也是增加一个 好 之前不是说社区感染 是这个零增加吗 没有想到36天零增加 清零这个状况已经破功了 在中国的部分 下个礼拜呢 其实全国两会要登场 但是中国各地 我们看看确诊的病例数 虽然是零星 但是各地都不断地有增加的情况 其中在武汉也爆出了群聚感染 而另外在全球方面 现在疫情已经蔓延了195个国家 全球的确诊数字 已经突破了414万人 死亡人数来到了 287293人致死了 那么在美国呢 有超过8万人死亡 俄罗斯刚也发现了 连续有9天上万人确诊 这些是否都是个警讯 在中国的数字 不含港澳的部分 死亡人数4600多人 而在台湾方面 确诊的数字440例没有增加 但是多了一个的死亡病例 现在台湾的死亡人数来到了7个 那么在美国的确诊数字增加的情况 算是非常快速的 138万人染疫增加了 16800多个 而死亡人数呢 也一下子多了900多个 那西班牙的增加的幅度呢 是确诊病例多了3000多人 死亡人数也多了123个 那在英国方面我们看看 英国的确诊也是多了3000多个 死亡人数也是这个200多个的幅度在增加 那么俄罗斯的部分呢 确诊人数达到22万多了 一下子也多了11600多个病例 那么在这个死亡人数方面呢 是2000多个 这个死亡人数也增加了94个 俄罗斯的状况是真的值得关注的 确诊单日创新高 而且人数已经超过了意大利了 意大利现在是维持在21万9814例人死亡 那么巴西的情况呢 其实一天之间也多了5000多个确诊的病例 死亡人数一下子也增加了300多个 而印度我们再来看到 印度呢 现在确诊是7万多人 增加的幅度也是每天 大概3000多人的幅度在增加 死亡人数来到了2000多个 一天的增加幅度也达到了将近 快要上百个了 来到八九十位 那么现在5月18号即将世界卫生组织 要进行这个世界卫生大会了 5月18号就要召开 现在进行到倒数 而目前在台湾的方面 有没有可能会加入呢 13个国家提案邀请台湾参加 但是谭德赛还是再度的选择沉默 他不做回应 倒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法律顾问就说了 谭德赛他没有权利邀请台湾加入 而且中国也不会同意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一场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关于台湾是否会参与18号就要召开的大会 面对敏感议题 秘书长谭德赛 再一次的保持沉默 全交给法律顾问回答 法律顾问说 法律顾问所罗门先搬出示威的 意中原则说明合法性 接着在肯定台湾的防疫表现 但面对是否能让台湾参加今年的大会 是会把责任分摊到所有的会员国身上 表示只有会员国才能决定政策 也只有194个会员国才能决定 谁可以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大会 世卫的法律顾问前后花了约五分钟 用了五大点详细回答记者的提问 可见是又备而来 但总归结论就是一句话 虽然有13国提案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但并非所有的会员国成员都同意 而秘书长谭德赛也没有获得授权 邀请台湾参加大会 而看起来台湾如果真的要受邀参加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所召开的 WHA的世界卫生大会 现在仍然是有蛮高的一个困难程度的 主要就是因为声量还要更大一点 那么外交部长吴昭燮就透露了 他说世界卫生组织跟中国两边 是签了一份备忘录 长期是限制台湾参加的 所以就算受邀 也顶多只能以专家的身份 并且要标注中国的字样 而且他说这一点 其实要打破这个惯例 必须要更多的国际声量 而这一点美国早就知道 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我们乐观吗 会被邀请吗 跟委员程师的报告 我们还会有很高的难度 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至今仍没收到邀请函 外交部长吴昭燮坦言难度很高 尤其是中国跟WHO 竟然早就有备忘录把台湾卖了 备忘录就我们了解的内容 原则上不希望台湾参加世卫组织 表示的方式以台湾 Come on China来表现 MOU就形成中共有能力 控制世卫组织的民政 就在2011年维基解密 这份MOU被公租于世 签署时间是2005年 内容提及台湾卫生专家 可以用个人名义参加 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性活动 必要时还要加注台湾China 中国台湾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美国在其中四份电报中 位居协调角色 当时AIT副出转 葛天豪不仅支持中国台湾的用语 还明白了说台湾人无法接受 甚至说希望台湾保命 而当年贬政府派外交部抗议 却被AIT压下来 让外界觉得台湾真的被出卖 当年解密后 马政府消极处理 最后连观察员邀请函都拿不到 如今美国仍被说挺台湾做版套 那美国这么支持 美国为什么不自己提案 我们必须要跟美国及其他 支持我们的其他的理念 相近国家来讨论出 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 台湾靠着公卫实力 武汉肺炎的防疫成效 并且主动协助世界各国 获得国际肯定 各国支持力挺台湾 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不让中国计谋 还有未经台湾同意的卖台备忘录 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3D新闻 刘家伟 去联系好台北超出 心eno 期权 对 每一 generation 要希望 是要将中国音乐